原子中,爱因斯坦在1907年提出的假想变迹时也未证明是正确的,也就是说,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隐蔽理论再次得到证实,并达到了新的精确度。 广义相对论的方程式预测,局部各物体关系差异为例,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的物理学家已经计算出了一个创纪录的,令人难以置信的计较结果,基本上接近于令。 那么,他们测量了什么呢?那就是在地球让太阳运行时,地球上不同地方的超级密原子中之间的差距。 电梯思想实验爱因斯坦的天才之处一部分,就在于它有能力及通过想象力去思考物理学问题。 这些所谓的思想实验,在构想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方面,产生了许多深刻见解。 广义相对论是描述引力的理论,电梯思想实验,在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中,最著名的一个例子,是关于架想电梯的例子。 根据爱因斯坦的设想,电梯那个人将无法区分引力场和加速度,因为能通常感受到的来自地球的向下的重力,很容易感受为在零重力的情况下。 电梯在着人向上加速,如果一个人混在电梯里,没有窗户,就无法分辨出其中的差别。 NIST的团队测试了这个思想实验的另一个方面,即电梯里的所有东西都会有相同的加速度,它们的相对属性也会保持不变,零变化。 这是一个叫做局部位置不变性的概念,科学家利用地球本身作为电梯,并比较了地球上十几个原则中的运转。 在研究了近15年的数据之后,结果得到的差值是0.00000022加减0.00000025,非常接近于零,犹如分秒不差。 物理学家表示,这个结果比之前得到的结果更接近于零,这要归功于技术的进步,特别是单近原子中经人的准确性。 这些原子中极其稳定,它们在140亿年,目前宇宙的年龄的时间里无差不超过1000秒,广义相对论。 不过,现在还有问题在于科学家是要使结果尽量更加阶级理论,因此,新的原子中已经在研究中,并且应该归在未来的几年里,提供更精细的测量。 既然现在的结果已经如此接近于零了,为什么还要再去测量呢? 因为局部位置不变性应该是宇宙的基本属性,对局部位置不变性有更精确的测量,因为这其他一切物理数字都能变得更加精确。 总之,再一次,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又被证明是正确的。 目前,这项研究结果已经发表的自然物理学《Metro Physics》杂志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